张汤,一个汉武帝时代的酷吏,很多人提到他的名字,就会感到浑身站立,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怕狠人,而张汤就是狠人中的狠人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最后却做法自闭,不得不自杀身亡,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? 一个人想发迹,需要贵人相助,想要善终,也要避免小人构陷,常人嘴里所谓天命,在很多时候无非是人祸而已,说是天命不过是自欺欺人,不想承认失败罢了。 张汤可不是不一出身,对不起了,这里没有什么草根逆袭的故事。 历史的真相是他父亲曾担任长安城,还是个金官,有一次父亲外出,张汤留在家里,等到父亲回来的时候,发现家里刚买的肉被老鼠吃了, 父亲很生气,他用手指着张汤说,你这个儿子是白养了,连家里的肉都看不住。 父亲越说越气,还用鞭子抽打起张汤来,但张汤一声不吭,并不为自己辩解什么,真正的狠人,从来不是狠在嘴上,而是狠在心里。 张汤把老鼠洞用铲子挖开,抓到了偷肉的老鼠,还查获了剩下的肉,而后张汤开始审问偷肉老鼠。 最后判决老鼠折刑,并立即执行,父亲发现后,把张汤写的供词拿过来看,发现写得很好,就和多年的办案的老玉丽所书写的一样。 张汤的父亲去世后,他子成父业,坐了长安城,但一直没有晋升的机会。 后来周阳侯田圣在任职九卿时,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。 张汤看到了机会,这可是自己尽身的好机会,我们常说人要成功,要有贵人相助。 那么张汤的贵人就是田圣,田圣不仅是九卿之一,还是武安侯田坟和太后王志的弟弟。 帮助他,就是和当时天下最强的外妻建立了联系。 田圣脱罪后,把张汤推荐给了田坟。 田坟让他先去忠玉宁城那里当差,后来又把他调动到自己身边。 田坟最后把张汤推荐给了汉武帝,这是为自己布局。 在他看来,张汤不仅仅是工具,也是很重要的资源。 因此,当领导想要栽培你时,会把你推出去,这样他的得力才会最多。 如果只是让你处理问题的话,那就说明在他的心目中,你不过是个好用的工具而已。 因此我们在职场上,一定要先把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定位搞清楚才行,搞清楚了,很多事就能想得通。 看得明白了,真正让张汤走上巅峰的有两件事。 第一件是处理陈阿娇巫谷案,第二件就是处理淮南王刘安谋法案件。 陈阿娇和汉武帝之间属于典型的政治婚姻,汉武帝的母亲王志。 为了儿子,刘彻能得到储君之位,刻意靠近长公主刘朴,趁着刘朴和立即关系恶化的机会,主动靠近刘朴,提出联姻的想法。 而刘彻更是提出了金屋藏娇的说法,令长公主刘朴很满意,立刻答应了这门婚事。 很多人都说是汉武帝聪明伶俐,实际上还不是母亲王志的刻意安排。 你说刘彻这个年纪就有那么深的心机,我是不相信的。 对于刘彻这个女婿,作为岳母的长公主刘朴,自然要鼎力相助。 结果最后太子刘龙被废,立即极力使灰飞烟灭,焦东王刘彻成了太子。 这样一来,陈阿娇就成了太子妃,未来的大汉皇后,一国之母。 但是陈阿娇的上位,也意味着陈氏外妻和长公主刘朴势力的壮大。 对于汉武帝这个立志于有为的人来说,是无法接受的。 对于汉武帝而言,权力是不可以妥协的,任何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都要被清除。 就算是妻子陈阿娇和岳母管桃公主刘朴,也不会例外的。 但皇后是一国之母,不是说废就废的。 况且,还有陈氏和长公主刘朴作为后盾,说到陈氏的祖上,也是大有来头。 陈英曾组建仓头军,其战力震慑天下,是天下强军之一。 他先投靠项梁,后来又投靠到刘邦麾下,也是一路诸侯。 长公主刘朴能下架陈氏,就说明对于陈氏的重视了。 怎么办呢?张汤出马了,他第一次提出了巫蛊的说法。 诅咒这个罪名,你说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也不为过。 在我看来,真的是找不出什么问题,就只好说是巫蛊之术了。 以至于以后巫蛊之说愈演愈烈,成了汉武帝用来搞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手段。 有人说,汉武帝斗倒陈阿娇,是为了魏子福利后,这样说就太片面了。 汉武帝可不是什么情种,我们不能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他。 最关键的是要绊倒这个势力雄厚的外妻,斗士,王氏已经够了,不能再有陈氏了,一个一个来吧。 手法尽管有所不同,但目的是一致的夺取外妻手中的权利,张汤很快就把问题落实了。 巫蛊的罪名成立,张汤汇报说,陛下,巫师储夫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,陈皇后也承认了,但他否认有其他人身与其中,您看需不需要继续追查下去。 汉武帝摇了摇头,他对张汤说,既然这样,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 陈阿娇幽禁于长门宫,保留他皇后所有的待遇,但朕再也不想看到他了。 张汤的意思,汉武帝很清楚,继续查下去,就是长公主刘嫖和母亲王志了,还需要查下去吗? 但实际上收到这次废后事件千年的人,有几千人之多,至此,臣是外妻势力消停了。 长公主刘嫖也不再飞扬跋扈了,这是窦太后不在了,如今是王志和田坟的天下,长公主刘嫖知道,低调隐忍才是活下去的必须。 女儿被幽禁在长门宫,自己也无能为力,因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母亲窦太后不在了,弟弟汉景帝也去世了。 第二件事是处理淮南王谋反事件,对于淮南王刘安,吴王刘碧曾经有个经典的说辞,那就是书生,做学问他是可以的,造反夺天下是不行。 俗语所说的,秀才造反,十年不成,说的就是淮南王刘安这样的人。 淮南王刘安一直在策划,一直在密谋,但最终就是没有行动,他的儿子和父亲刘安没什么差别,和淮南著名的箭矢雷被较劲,逼得人家无路可走。 结果被人家到京城告发淮南王谋反的事情,对付淮南王刘安这样的人,本来就没什么难事。 但是,张汤出马,不仅把淮南王的案子做事,还把关联之人全部一网打尽。 当汉武帝想把牵扯其中的钟大夫严助赦免的时候,张汤对汉武帝说,陛下,严助结交您身边的近臣,还和诸侯们不清不楚,这样的不忠之臣怎么能留下呢? 因为这两件事,张汤被败为御事大夫,已经是位列三公了,仅次于丞相,属于政府的二把手,距离丞相仅有一步之遥,但丞相却不是他,而是怎么看都不如自己的庄清宅。 但庄清宅是汉出功臣之后,又是太子少父,这个背景就已经是常人仅靠努力,无法企及的高度了。 还有一件事,张汤和汉武帝为了增加国库收入,交流白鹿不前的事,对于这件事,汉武帝征询大司农延毅的意见,延毅没有说话,汉武帝很不高兴,张汤借机说,陛下,延毅这是公然反对您的决定。 用沉默来表示对抗,汉武帝说,人家又没说话,你是怎么知道的呢?张汤说,就算把最强没说,心里也在反对,心里反对也是罪不容数。 张汤发明了一个词,叫做父匪,就是心里反对,诽谤,这就叫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何无骨之术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 但张汤最后倒在了小人手里,而不是狠人手里,他和丞相府的三长使有夙愿,朱买臣,王朝,编通三人,可不是省油的灯,尽管张汤是汉武帝身边的红人,但是要构陷你也不是没有办法的。 他们散布谣言,说张汤总是把汉武帝的言论提前告诉商人们,于是商人们就囤积居旗,好从中谋利,而张汤就做地分赃,汉武帝于是问张汤,张汤说,陛下,这是由小人构陷我。 但汉武帝已经不相信张汤,不利于张汤的证据也越来越多,于是张汤被下狱审讯,但张汤对所有的对他的指控都拒不认罪。 当领导对你产生怀疑时,根本就没有办法扭转固有的印象,汉武帝认定张汤有罪,需要的只是你主动认罪罢了,汉武帝于是让张汤的老搭档。 同样以刑罚之术闻名的赵宇去审问他,赵宇对他说,死在你手里的人不计其数,如今陛下对你的案子很重视,可以说人证物证据在,根本容不得你抵赖,难道你还不明白自己该怎么办吗? 张汤塌了口气,他对赵宇说,请你回奏陛下,就说张汤明白了,我张汤以刀逼小利出身,得蒙陛下赏识,威猎三公已经达到人生顶峰,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,也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, 但诬陷我的人是三长使,这点请您转告陛下,小人不除,国无明日啊。 说完这些话后,张汤就自杀了,家里除了五百斤外,没有余钱,儿的母亲只用牛车为他下葬,听说这些事情,汉武帝感慨道,只有这样的母亲才会生下这样的孩子。 因此,汉武帝处死了三长使,丞相庄清宅也被迫自杀,而张汤之子张安氏则被汉武帝格外后代, 到了汉宣帝时做到了大司马大将军,狠人被小人陷害,但在临死前,也把小人们拉下了水,张汤,三长使和丞相庄清宅全都灰飞烟灭,他们都不是赢家, 在这场政治角逐中,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,那就是汉武帝自己。 一个人的历史,一家之言。